卢女士一上场就喊冤 在她看来 詹女士的可怜都是假象 婆婆实际上是个强势又爱无理取闹的人 反倒是老公叶先生处处礼让受欺负 而且在平时的生活中 婆婆似乎就是看不惯自己 看不惯自己也就罢了 对自己的儿子也是一样的胡搅蛮缠 这时养女小扎看不下去 她走到现场 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母亲形象 虽然我妈有时候碎碎念念的 但是我妈全心全意的是为他们两口子的 我是同年年底嫁给我老公的 我的彩底钱也是给她房子里面还债了 六万块钱的彩底钱 我亲自交到那个开发商手里面去的 然后的话我打工挣的钱 两万块钱是肯定有的 也是反正就是给他们了 我自己没拿 那时候跟着他们两口子在上海 每个月发工资都上交给他们 我自己就留个一两百块钱 两三百块钱吃早餐 买衣服的钱都没有那时候 我是给这六万块钱彩礼钱 还有那打工的钱给他们买房子 是底的上是给我妈养老的钱 她对我妈好让我妈住里面 那我妈也给她买房子 那就随我妈的意 那如果她对我妈不好 不让我妈住那里面 那我肯定是要要回来的 然后我哥家装修房子 地面砖贴的时候没钱 我妈说 你哥贴地面砖没钱 你掏点钱出来吧 我又拿了三千 我哥那时候也说了 到时候会缓还你的 现在都几年了 也没提 我也没坑 我是这样想 她对我妈好 我给了出去就给了出去 我也不提 你一切的焦点都在于 她要对妈妈好 对 后面就是说住院了 我妈动手术的前一天 我跟我妈坐在那医院外面 聊天的时候 我妈怎么讲的 其实当时我心里很伤心的 我妈说 你可以关店 你哥哥不能关店 我说 他还是自己家的店面 我是租的店面 一年还要交三万块钱电租 我妈说 你哥三个小孩负担重 我当时我也说了 我也是三个小孩 那时候我儿子也在住院 我儿子那时候一周岁都没有 才几个月 我两头跑 所以我那时候才会叫我妈 我说你叫哥哥和嫂子来 但是那种情况下 你妈还是雇着哥哥 考虑她的这个经济损失 对 考虑她 她说 你 她说你还有婆家 我对我女儿心里好 是说的这个话 我一晚上都睡不到 睡不到 我胚天的她 其实从你的讲述里面 好像妈妈做的很多事情 都是为了哥哥 对 其实甚至可能有部分 还损害了你的利益 你心里没有意见吗 我如果她对我妈好 我没意见 我看到的是 我妈一味的付出 一味的对她们好 但是她们总感觉 我妈对她们不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